首先我們跟各位介紹一下 OneNote到底有登錄的跟註冊的方法 那我剛剛有提過它其實 它一個蠻大的好處就是它有兩種註冊的方式 一個是比較屬於就是標準的 用會員的 用會員的 那這個時候你點了之後 你可以選擇用社群的帳號 加入 但是比較一般我們比較不建議各位用Facebook 因為我發現就是有些人的Facebook那個隱私的權限設比較 就是嚴謹 我們講說比較嚴謹一點可能會登不進去 所以你可以選擇用其他的 那第二種方法就是 你用不管是醫院的或學校的信箱 還是用Google信箱 Yahoo信箱 我不想跟社群 讓它整合在一起 您就用Email來這邊註冊 好那 第二種方式的註冊方式呢 它就會寄一封認證信到你那個信箱裡面 您必須要去啟用 好這是標準 那如果是社群的就比較簡單 只要同意就好 好 這個呢 這兩種都是標準的註冊方式 所以你用這兩種方式功能比較多 以OneNote的提供功能來講會比較多 但是呢如果說我只是臨時性的 比如說像我們今天就一次見面鏡 我不需要註冊也沒關係 好那您可以從這邊 從這個地方 好您可以從這個地方有沒有一個訪客 這裡 我知道大家 螢幕比較小我都會放大一點 訪客進來有沒有一個叫訪客代碼 你如果按下去之後它會取得一個八位數的代碼 八位數的代碼 你只要把那個八位數代碼記下來 下次呢用相同的代碼 在這邊打進去就好 您的學習紀錄 有加入過的課程 有參加的這個所謂的班級 就是我們講的群組 都會在裡面 您的閱讀紀錄 通通在裡面 好所以 您看我用這個方式給您看一下 訪客 按一下 有沒有這裡就有一個八位數代碼跑出來了 那你就把它記下來 我就按 我瞭解了 這樣就進去了 那進來了之後呢 您可以看到 右上角這邊呢 您還會看到剛剛的八位數 那個代碼 就在這邊 那點進來 你可以從這邊編輯一下 個人資訊 在這裡 你就可以看到 如果你在這邊打了自己的信跟名 不管你是用社群帳號 還是一般的email帳號 你在這邊 更新的時候就是在one note顯示的名稱 跟社群 還有你原本的信箱 沒有任何關係 而且呢 你的代碼 如果假設你用訪客 有沒有發現代碼 還是在這裡 還是看得到 所以這是幾個 你可以看得到的地方 那你進來之後呢 其實這個 翻轉學習平台 它不是只有我的資料 您一進來之後呢 在這個地方 叫做發現 這個地方叫發現 預設是在所謂的 課程裡面 所以 這裡面只要是在發現這個 選單裡面的 他都是屬於公開的 都是屬於公開的 所以您可以透過這邊 幾個方法 課程比較單純 就是裡面就是好像教材而已 單元就是單一個教材 單元就單一個教材 群組的部分呢 就比較類似班級的概念 比如說 我可能像我們 我就比較喜歡用群組 因為這樣互動比較多 比如說 因為我這個群組 比如說我們護理科 有一個群組 那我就在裡面要做公告啦 什麼事情 就直接在上面公告 要完成什麼任務 就可以把教材安排在裡面 所以那個互動性比較多 互動性比較多 所以我會用 這個群組 那 您如果想找我的資料的話呢 可以像這樣子 假設你是課程的部分 你可以搜尋 你就打我的名字就會看到啦 有沒有我的課程這邊有19個 這邊有19個 那 一樣的 如果你是群組的話 我就更多了 不小心有73個 這樣有看到嗎 這是屬於公開的 不公開的 因為我 已經100多個了 不要這樣 我不能每個都公開 總是有一些要保留一下啦 有一些不公開的 所以 你就可以從這邊去找到 那 其實呢 在這個OneNote平台上面 目前用最多的應該是屬於 國中 國小 國中高中 就是這個階段 大學的也有 反正現在 他原本的目標就是 國中小 高高中 這一段 最最主要 所以你會看到很多 所以為什麼他叫做 這個用群組 因為有有些以前有人有要跟他建議說你要不要改成班級 那就更 更屬於就是 國中小那樣子 OK 那我們今天的內容呢放在這邊 您點到這個發現裡面之後 發現裡面的群組 回去呢 您可以 進到這邊 就發現群組裡面 我的 上課的時候我就公開了 所以應該各位回去 就會找到他 就會找到他 那點進去之後呢 這邊你就可以選擇加入 就可以選擇加入 這樣就進到我們這個平台 那你一定會有個疑問對不對 我的課程一定要都公開嗎 不用 如果真的你不想公開的 人家要加入怎麼辦 給他一個代碼就好 好像我們那個 買東西他說有個優惠要掃那個 優惠券 跟那個一樣 我們進去之後 不管是課程還是群組 他都有個代碼 像我這樣先加入一下 這樣就進來 所以我們的資料就都在裡面 您剛剛看到的簡報 還有我們剛剛 那個互動白板 都有在這邊 簡報也在這裡 也在這邊 那 這個課程呢 我給您看一下 如果說以後 不管是課程 還是那個群組 假設你不想要完全公開的 你可以像這樣產生一個代碼 那麼他們要加入的時候只要打這個代碼 就可以進來 等於有通關密語就對了 那萬一呢 你覺得人都已經進來了 要把門關起來 就可以把它清掉 那產生代碼的時候呢 有的人不喜歡這個字對不對 所以你就跟他講 重設一下我不喜歡 按到你高薪為止 可以嗎 你可以自己挑號碼 跟買車一樣 你可以挑號碼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 這樣的話 人家進來 你就OK啦 你就可以看到說有多少成員 像我現在 裡面就有一個成員 有沒有 我剛剛加進來了 我就可以來這邊做管理 這個是群組的部分 所以我說群組可以比較多互動 比較好玩 比較好玩 課程 就比較單純 就是放教材 比較放教材而已 這個是 第一個跟大家稍微簡單介紹一下 你要怎麼樣 註冊1Note 跟加入 就是我們這個延期的群組 這樣OK嗎 我們會不會看 我會不會看 我好玩喔 感谢观看